叫我們一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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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兵簡志龍因病吐血身亡 卻引來更多質疑 院警方調查 簡志龍從2號到6號 都沒有反映身體不舒服 直到8號掛急診返回部隊 醫務所才開任三天全休單 但家屬指控 簡志龍在休假前夕 早就不止一次表明身體不適 但是他是有跟林兵 有去說他身體不舒服的狀況 你們裡面的幹部 也沒有去就是關切學兵的狀況 那是不是會有一些比較疏忽了 因為關鍵的休假前夕 簡志龍曾經傳LINE 跟女友表明不舒服 沒人照顧 還說自己已經發少5天 現在更傳出 他早在5號就全身痠痛 喉嚨癢 6號休假前 他還曾經跟長官反映 但部隊卻說等明天放假再看醫生 直到8號病情惡化掛急診 孩子拿著休假單請假又遭到拒絕 家屬質疑孩子休假前已經發出求救訊號 軍方怎麼會知道8號才發現 擺明就是打臉 我們總共對20個進行訪談 18個人都表示說 檢員在6號之前沒有反映身體任何的不適 一位表達說今天站到很累 另外一個表達是說今天很累 不知道是不是感冒還是身體不舒服 軍方表示對於時間差不予置評 但看著孩子對著冰冷手機打出這一句 感覺我的命好不值 明明早該注意的孩子 卻可能因為休假前這關鍵的一天 沒能妥善接受治療 會不會成了檢治龍的要命服 家屬還在等一個真相 借過這種配入 搞什麼的